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跟我说 哎呀 九安娜 你买了印度米以后 你告诉我那个印度米这么的有营养 但是怎么做来吃呢 那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姜黄印度炒饭 这个是印度的糙米 上次到印度店买的 我已经分享过 它的营养价值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么这个呢 就是姜黄粉 姜黄粉的好处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姜黄粉和印度的糙米 一起来做一个既健康又减肥 又能够抗发炎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炒饭 好了 好了 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这个呢 就是糙米 这个糙米呢 要提前两到三个小时 把它泡一泡 一会儿呢 煮起来呢 就比较容易熟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人的分量 所以我准备的不多 这是糙米 这个呢 就是青豆和两个小小的红辣椒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所以因为这个放了姜黄粉 有点辣的那个味道就特别好 所以这个青豆 那么这个呢 就是香菇 这个香菇也是我提前泡好了的 你看 肉肉的特别的好 就是香菇 再就是西红柿 一个西红柿 再就是姜黄粉 再就是黑胡椒粉 大家知道的 只要有姜黄粉 只要吃姜黄粉 就一定要配黑胡椒粉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主要的食材 当然这些食材呢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搭配 我呢 是比较喜欢吃素的 所以我呢 就没有放什么肉啊 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那个荤菜的话 他可以放鸡肉 也可以放猪肉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爱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 先呢 把那个米呢 就把它煮熟 就把这个泡好的米呢 先放在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加这个米的两倍的水 然后呢 然后加这个米的两倍的水 然后就拿到炉子上去煮 差不多煮开了以后 煮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煮 煮的时候 因为火不能太大啊 就是煮开了以后呢 就中火 先煮一煮 好 正好在煮米饭的时候呢 我先把这个配料 先把它切一下 先切 先切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是我泡好了的 然后把这个蘑菇头去掉 蘑菇头去掉 留下来 我每天再煮一个另外的 然后把这个蘑菇 这个香菇 切成 切成丁儿 我先en切成丁儿 切成的 还可以把它切细一点 一会儿香菇炒出来特别的香 然后把这两个小红椒切 然后我还加一个大蒜 因为因为把大蒜炸一炸 这个饭就变香了 所以这些调味品都是可以自己放的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所以我今天没有主要的跟大家讲刻度 就是说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多放点 不喜欢吃什么就少放点 我的这些材料你觉得不好吃 你就放你自己喜欢吃的材料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熊柿呢实际上就吃生的 一会儿我把它切片 就放在那个盘子的旁边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的饭就煮好了 很香 因为它是那个印度的香糙米 所以你看现在还没 所以呢现在煮出来那个味道啊 就是特别的香 现在已经煮好了 我把火关掉 然后这就好了 你看它印度的米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不黏在一块 你看它都是一颗一颗的 那么我呢就喜欢就放一点椰子油 那你可以先放也可以后放都可以 放点椰子油呢就更香 放点椰子油 和一和 这个饭就更香 更好吃 好我们先放着 然后呢我们来炒 炒姜黄 好我们来炒那个姜黄 我们就换一个锅 然后我们来放点橄榄油 全不锈钢的锅特别好用 我先把锅烧热 然后呢热锅再放冷油的话 就相当于是那个不粘锅的效果了 好我放点橄榄油 然后我就把大蒜和辣椒放进去炸一炸 特别香 炸香啊 然后再放香菇 然后再放香菇 放青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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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起姜黄粉 再把米饭放进去 放点黑胡椒粉 放点矿盐 放点 再撒点香料 这个香料是罗勒 特别香 撒一点 好了 你看我今天的印度糙米 印度糙米姜黄饭就做好了 其实很简单 而且那个印度糙米姜黄饭呢 那个功效我就不用说了 就是既减肥又养盐又抗病毒 而且关键是糖尿病人吃的最好的 就是这个印度糙米饭 香菇香菇的香味 然后我放了椰子油 就是很优香的椰子油的味道 而且那个糙米饭呢 它比较有嚼劲 越嚼越香 以前我到印度餐厅去 它那个餐厅里面都是那种黄黄的 我老叔说 怎么他们的印度人 老吃黄黄的饭呢 原来他们都是吃咖喱 我们都知道咖喱最主要的材料是什么 就是姜黄 姜黄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你们可以去看我前面的视频 专门介绍了姜黄 非常好吃 这个呢是不含糖的米饭 是最健康的 所以现在因为人们肥胖好 包括糖尿病好 到处找那个含糖低的和不含糖的食品 那么就是印度的米 就是不含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我们能够当主食吃的一种米 你看我这个姜黄饭再配上一小盘葡萄 这一餐饭呢 是既健康又美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